各位弟兄前面大家平安 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要同心来称颂 我们要同心来敬拜你 以我们生气 你是独一的真神 你是万王之王 你是万主之主 除你以外 我们别无其他的依靠 虽然天地要震动 但我们感谢你的慈爱 仍然不离弃我们 你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 以为我们预备一切所有的需要 掌管我们的生命 虽然我们是软弱 无助又有罪 但你却仍爱我们 不离弃我们 将我们视为你的宝贝 是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可以与你重修就好 成为你国度的子女 成为你国度的子民 我们可以称你为王 称你为父 感谢你造于宇宙万物 为我们人类设立了婚姻 以及家庭的准责 所以每个人在我们地上的家庭中 我们可以延续我们的生命 可以使我们在生理以及心理上得到照顾 感谢你 因着家庭中的爱 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在地上找到一个避风港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 我们知道有很多在讨论有关于同性婚姻的合法制度 接纳一个同性所组成的家庭 从人的观点来看 我们知道这或许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这或许是追求一种人权平等的落实 但我们知道家庭的准则 婚姻的准则是你所定 你告诉我们 是由相爱的一对男女 他们经由婚姻而共同建立家庭 而不是经由同性的结合 我们知道这是不变的法则 我们也愿意来坚守这样的法则 我们也深信 你仍爱这些同性的朋友们 你对他们的爱 跟你爱我们一样 你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彼此相爱 当我们仍爱恳求你的公义 以及真理 彰显在我们的地上 使家庭的制度 不会因为人的想法而有所改变 你是我们每个家庭的主 你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基石 我们圣愿遵守 你所过我们立下的约 你告诉我们 不管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在我们所处的团体当中 在我们所站立的国家当中 你告诉我们 我们要彼此很久忍耐 彼此有恩赐 彼此不嫉妒 彼此不自狂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彼此不求只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我们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在家庭里面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这是你给我们的爱的教导 我们也愿意这样来遵守 在我们每一个家庭 团体 以及国家当中 将今天的敬拜 完完全全的降落在你的手中 愿你恩高传道的口 愿他的口 所说的话语 深入的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来影响我们 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 祷告同耶稣的名求 Amen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 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节 有两个地方 都是记载在旧约的 真言诗篇的后面 我们首先要看的 第一个章节是 真言四章一到四节 是在我们的旧约一百 一千零三十三页 我们请姐妹来读 单数节 兄弟来读 偶数节 真言第四章 第一节 我们在我们的 一幕上也有 好 我们第一节 单数节 我们请姐妹先 起来读 第一节 父同子啊 要听父亲的教训 能够心得是聪明 第二节 因我所给你们的 示好教训 不可离弃 我的法则 我在父亲面前 微笑子 在母亲眼中 成为奴隶的教儿 父亲教训我说 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 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 第二个圣经节 我们要看的是 箴言二十二章的第六节 我们这一节 我们一起共同 同生来读这个圣经节 箴言二十二章 第六节一起来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便宜 我们再来读这个圣经节 再读一次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便宜 今天我们的讲道 千位传道 要为我们所讲的题目是 爱的家庭 谢谢 谢谢